主耶稣还未被钉十字架 还未死 还未复活 还未升天 祂传的是什么福音 其实关键是在福音这个字的翻译里 又是我们一起看《共同语言等语言共通》 今次我们看福音这个词汇 我们这个基本的短片系列 相信大家都知道是想帮助信徒 去把一些难阻我们明白圣经的事拿走 很不配地与保罗当年在哥林多后书所说的很相似 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至五节 我们争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 可以攻破坚固的盈女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难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的事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思奪回 为使他都顺服基督 保罗的攻略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攻破盈女 希腊文是指拆下那些很牢固的保护的围場 第二部分就是攻破那些难阻人 认识神至高的事 希腊文里面同样都是拆下那个字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为 将那些至高的事拆下来 或者将那些至高的事是拉下来 第三部分就是将人所有心思意念奪回 希腊文这个奪回的字 是打圣仗之后的劳略 意思就是将人的所有心思意念都要劳略回来 所以你看到保罗真是用一个争战的图画 先是将那些难阻的事 攻破 然后将人的心思意念奪回来 整体来说 保罗就是想帮助当时的信徒 去除所有难阻他们认识神 和顺服基督的事 当然我们永远不能够和保罗相提并论 但是我们在做的事和保罗当年在做的事非常相似 希望大家记住我们这个 Basic短片系列是渐进的 即是说以前解释过的事 我就不再解释 而且每一课都假设大家 已经明白了先前的课堂 希望大家能够做到 每一个课堂 如果你是发现冲击到你的思想的话 那些事情你真的要改 你要坚定 持之而行地去改变自己 很牢固 又好像刑旅一样 这么巩固的旧思想 然后你慢慢改变持之而行的话 你会发现再拿起一些很熟的经文 带着一层新的体会 这个就是我们的Basic短片系列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的 全福音在今天的教会里面 有些教派甚至描述到 所有基督徒的基本动作 流行使用的报道方法 有三福四律 五色 还有Alpha Course 等等 主要内容都是说 要建立友谊 然后希望对方接受 神给他们免费的礼物 但人有罪 所以他们要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所承受一切 然后悔改回转 然后缺制等等 我们在这里 就不是想评论这些流行的报道方法 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当基督徒 他读圣经的时候 特别是读到福音书 提到福音这个字的时候 很自然地 他将现代的 他去传福音的时候的经验 内容 就会立刻放进去 经文里面 有时是被人误导的 譬如当他们读到福音书 里面说 耶稣去确成 确乡 去传福音 然后牧者 就会立刻跟他们说 你们都要去传福音 好像主耶稣那样 表面好像是无双大雅 而且是鼓励信徒的一件事 但是背后你知不知道做了些什么呢 就是将很现代的基督教的文化产品 传福音或者流行的传福音方法 就带进一个圣经世界 当时连基督教都还未有的圣经世界里面 这样做法 怎样可能能够明白圣经呢 马太四章二十三节 耶稣走遍加利尼 在各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 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路加福音九章六节 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 到处治病 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他去到各城各乡传福音的时候 他传的是什么福音呢 如果你把现代的福音信息 放下去的话 当时主耶稣还未被钉十字架 还未死 还未复活 还未升天 那传着什么福音呢 当主耶稣猜到门徒出去的时候 又是传着什么福音呢 其实关键就在福音这个字的翻译里面 福音这个字在希腊文 Evangarion Evangarion 说什么呢 其实就是好的消息 当有人跟你说 我有好消息 你会怎样 你立刻想起 上星期听过好消息 前星期听过好消息 上月听过好消息 你把所有好消息等同于同样的好消息 不会的嘛 这是正常人都不会做的事 即是说 环境不同了 人物不同了 情况变了 好消息的内容都不一样 但是因为Evangarion 这个字在圣经出现 译造福音 当然 译造福音的时候 我们信徒不自觉地 将这个译译 神圣化了 变成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当这个译译 搬到去哪里 不同的场景 不同的环境 去现代古代 全部都是同样的信息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大的误解了 如果大家一直留意 我们的短片系列 就像刚才所说的话 译译慢慢地去重新调教 适应圣经世界的环境的话 来到这里 应当大家 不会有太大的难度 去明白当时耶稣 和那些仕途 在传的是什么好的消息 其实很简单 当时的整个宗教世界 是非常腐败 由上面领导的阶层 开始腐败下来 他们会假目为善 他们会贪财贪权等等 然后底下有各中派 有大家不同的说法 大家都觉得很迷茫 但是内心里面很渴望 希望可以回复我们的民族 在当年和神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 很好的时候 那些风光的日子 所以当施洗约翰一出来 去呼召他们去悔改的时候 他们二话不说 就走到去抗野那里 这是他们内心希望能够做到的事 在这个时候 好消息来了 我们的神没有因为我们的宗教 败坏 而放弃我们 我们的神甚至乎猜 他的儿子 耶稣基督 就是我们在先知书里面 一路读到 预言会来的那位尼赛亚 他来教导我们 会帮助我们 明白神的心意 会给我们能力 从虚假里面 我们可以悔改 回转 走出来 重生一次活一个 土神喜悦的生活 神没有放弃我们 这个不是一个好消息 极好的消息 所以称为福音 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 就不可以一个福音 这个字就打了整个船 我们要问每个场景 在哪里发生 向着什么人说 那个好的消息是什么 但是我说到这里的时候 可能有些的宗教人士 就会说 你这么说 如果他们当时 真是悔罪 真是听主耶稣这样说 那么悔改 耶稣就不用死了 耶稣不用死 他如何复活 如何能够成就救恩 外邦人怎么办 等等等等 很有趣的 和宗教人士讨论 永远都是无止境的 在这里我只是想说 你要小心分析 现在你在面对的问题 这个问题 你如果觉得 刚才我这个说法 触动到你 一贯明白的福音 你知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发生的事 就是今天基督教的文化 和圣经的冲突 而我这里不想多讨论 因为是无止境的讨论 只是加一句 只有圣经 是神所默示的 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位做物主 可以如何增加人 对他的信任呢 就是纳药 再加上药的一个记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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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